米歇尔讨厌做决定 他甚至不能选择一条裙子 我会全都拿上 和他的邻居狐狸在一起要更轻松 米歇尔不用担心 我会教你我如何做决定 让命运决定 准备好了吗 随意选择 听 薄荷色的裙子 你做出了一个简单聪明的选择 我可爱的小猫 我毛绒绒的宝贝 你真可爱 你掉了很多毛 好多毛 该给你也穿衣服了 小绒球 然后毛就少了 哦 你真时尚 米歇尔也喜欢和他的猫一起玩 他也讨厌所有的毛 哦 我被毛覆盖了 我该怎么办 我会用滚筒 这没用 那么 我用胶带 没用 我会抖一抖 离开我 黏乎乎的毛 我看起来像个雪人 这只是正常的一天 但是 那是什么吱吱声 啊 厨房里有只老鼠 米歇尔要穿老鼠 我会在各个地方都放上捕鼠器 你没法夺起来的 可恶的老鼠 我准备好了 啊 我的脚 你自找的 米歇尔 什么 厨房里有只老鼠 保持冷静 狐狸知道该怎么办 我只需拿一只猫 它可以处理我所有的害虫 开始工作 我的牛仔裤没法系上 拜托 再来一点点 米歇尔尝试了一切 躺下 倒立 够了 我穿裙子 我的牛仔裤系不上 拜托 快搞定了 谁变了 我不管他了 我穿一件长毛衣好了 没有人会注意到 我是伪装大师 我的东西太多了 我应该坐电梯 但是 等等 我甚至没法 系上我的牛仔裤 这是警告 我应该走路 并剪掉几磅 锻炼 对你有好处 五楼好高 没门 我要坐电梯 我很高兴电梯发明了 我饿了 我应该做点什么 我要做快速的色拉 会很快的 然后 我会做意大利面配上它 意大利面需要奶酪 午餐终于准备好了 哦不 我煮了很长时间 以至于我没有空余的时间 像往常一样 我饿了 我应该做什么 什么都没有 我点外卖 更快 披萨来了 嗯 快速 好吃 只有戴口罩 你才能来这家咖啡馆 可怜的米歇尔 他不能违反这个规则 这是很严重的情况 但是他怎么吃午饭呢 没用 他得挨饿了 狐狸知道一个简单的生活窍门 一次戴两个口罩 谢谢 现在我可以吃了 嗯 好吃 我看起来好美 哦不 我的裙子上有一个洞 为什么是我 我现在就要缝上洞 我最擅长快速缝衣服 全部完成 太整齐了 现在我可以走了 哦哦 米歇尔不小心把自己缝在了抱枕上 哎呀 现在他必须重新开始 我最喜欢的T恤上有洞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会让他变得更时尚 加上更多的洞 现在更酷了 我们都在记笔记 米歇尔正在写下他听到的一切 他没有遗漏任何一个单词 但是教授讲得太快了 你能放慢点吗 我跟不上 我的手累了 狐狸不想过度劳累 如果你可以录音 为什么还要用手 这更简单 哦天呐 现在几点了 我睡过头了 我上大学迟到了 哦不 这很糟糕 我会尽快做好准备 快点 对不起 我迟到了 教授 米歇尔要上床睡觉了 所以这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明天肯定会准时的 我的闹钟 闭嘴 让我睡觉 狐狸并不担心迟到 她并不着急 咻 我想 我去上课了 嗨 大家好 对不起 我迟到了 哦 是铃声吗 课结式的太快了 太棒了 回见了各位 这只是一个超棒的约会 直到米歇尔把咖啡 撒到了自己身上 哦哦 好尴尬 让我来帮忙 不不 不用桌布盖上它 小心杯子 这本约会肯定毁了 狐狸也不小心把咖啡 撒在了自己身上 哦哦 尴尬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会用你的衬衫遮盖住屋子 这样好多了 来杯热茶暖和一下吧 米歇尔打包她的背包 我需要所有的这些书 我不想把任何东西忘在家里 哦 好重 但是没有人说学习会很容易 这个背包太重了 为什么我需要所有这些书 我会带着我的平板电脑 上面有所有的东西 我是极简主义者 米歇尔正在解一个非常复杂的方程式 这个的平方根 乘以我的出生日期 然后把马克比从托尔中移出 然后新算乘以14万订阅者 现在求平方 加上这个 45入 哎呀完成了 我解决了 我们来看看 不 米歇尔这是错的 你犯了一个错误 2加2不等于54 你使方程式变得更加难 答案是什么 我讨厌男的数学题 我会用简单的方法 嘿聪明的家伙 让我抄你的 谢谢 你是最好的 我解决了 让我看看 很棒的工作 狐狸 你做对了 你真棒 米歇尔无法入睡 太热了 哎呀我不需要这条毯子 现在我太冷了 我需要把毯子拿回来 现在我很热 我伸出一只脚 完美 狡猾的人可以睡得更轻松 我很冷 哦 因为我的窗户打开了 现在我处于理想的温度 我们做我的头发 米歇尔在镜子前待了两个小时 也许我应该把它收回来 不 把前面编成辫子 哦我的耳朵 不我不喜欢 我会抓一个高马尾 这样更糟 如果我用定型泡沫怎么样呢 这样好多了 不我在跟谁开玩笑 这一个灾难 我想我还是待在家里 耶我要出发了 让我做我的头发 不过为什么要麻烦呢 我会戴上帽子 完美 你喜欢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那么就在下面发表评论 告诉我们 你喜欢让你的生活更艰难 还是更轻松呢 亲爱的朋友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点赞并点击铃铛 不要错过乌乌上任何有趣的新视频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